哥哥们青彩故事啊 继续为了哥哥们讲述 你看到当时的这个周公子 当时呢正在北京的家里边 就突然间接到我 这漂亮国的朋友 他打了一个电话 这周公子这边就接了 好了我啊 哎你好那个周公子是吗 周公子这边一看说 哎你好 好久不见的 周公子这边一看说 也好久不见 您在漂亮国还好吗 说我在这边啊挺好的 周公子这边直接就说了 说你看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有事 对漂亮国的朋友啊 直接就跟周公子说了 说我现在啊 在这个漂亮国啊 看到你们那边啊 有一款产品叫这个蚂蚁大力神 这款产品呢 在我们这个漂亮国啊 销量的非常好 你看看你能不能啊 哎联系一下吧 这个厂家对不对 包括这个技术人员 看看能不能够 把技术转让给我们 周公子这边一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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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叫蚂蚁大力神 周公子这边一看 我没听过这个呀 他说这是一款呢 保健产品 你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你看看这个技术转让费啊 能不能多少钱 哎你谈一下了 咱们最好把这个技术搞掉手 然后让它啊 在漂亮国生产 当时周公子这边一看 行我过后啊 我了解一下 当时你俩人把电话就忘了 那么周公子呢 就把这个事啊 当回事了 你看这一天呢 他来到汉农集团 正跟这个刘汉 还有这个孙小冬 包括刘薇 他们几个聊天的时候 在这个刘汉那个办公桌上 有一张报纸 这个报纸上面呢 也写着啊 天气集团蚂蚁大力神 这个时候啊 这周公子就跟刘汉说了 说刘汉 你跟那个蚂蚁大神的厂家 哎有没有这个联系方式 这刘汉这边一看 你看这是一个沈阳的企业 东北的企业 咱们在四川这边 咱没有联系 当时周公子就跟刘汉说了 说你这样啊 你想办法托朋友 联系一下这个厂家的老板啊 是这个凤友大哥 你跟他联系一下 看看他这个技术转样费啊 多少钱 咱们也把这个技术搞过来 我漂亮国际朋友啊 想要呢 做了一个蚂蚁大力神 这当时刘汉一看 周公子你这不开玩笑吗 这这这种技术 人家根本就不可能说 对外这个泄密的 而且人家不可能卖给你们的 那你卖给你们这吧 怎么说 这不等于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吗 这当时周公子就说了 你看我漂亮的国际朋友啊 他来电话了 哎就非要搞这么一下子 你就先去搞吧 成不成的 咱们尽力而为嘛 这当时刘汉一看说行 就这么点 当时周公子啊 就跟自己的好友无兵呢 到外地啊 去做生意起来 那么刘汉当时啊 就想想办法 他找谁呢 东北这边他也没啥朋友啊 对吧 就找到了自己的生意合作伙伴 中联游集团董事长 谁呢 张洪东 疗养了四毛子 那当时这个刘汉呢 把电话就打给张洪东了 在张洪东这边就接着 哎刘总 哎张我问你个事 哎说您说 说你对这个沈阳 有个叫什么天喜集团的 你了解有多少 这张洪东这边一看 哎呀 这天喜集团 现在在我们东北这块啊 那名气可大了去了 那相当大了 这我们这边啊 得有120万农户啊 都跟着天喜集团养了个小�蚁 这个明星企业呀 你有事吗刘总 这刘汉这边一看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子 天喜集团的董事长 张洪东这边一看 你是不是有事人 说有事 这周公子啊 交代我一个任务 周公子漂亮国的朋友呢 想要天喜集团 这个蚂蚁大力神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技术 这张洪东这边一看 刘总 你也是做生意的 你觉得这个事可能吗 刘汉说 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周公子交代了 咱又不能不办呢 对不对 这张洪东这边一看 说你这么对吧 你来沈阳吧 我这两天先跟你联系 到沈阳之后 我把电话号指定的给你找进 这刘汉说行 好嘞 这当时刘汉交代交代公司的事情 带着自己的兄弟 刘维带着自己的宝贝 邱德峰 这三个人呢 就来到了哪呢 这个辽阳了 就跟这个张洪东见面了 张洪东这边也通过关系 就把这个天喜集团董事长 奉有大哥的电话了 就给要过来了 那你看呢 这个时候这张洪东啊 还跟这个刘汉说呢 说刘总啊 我觉得这个事 你就别打这个电话了 我觉得你肯定会遭闭门耕的 刘汉说呢 那我已经预想到了 但是咱们电话该打还得打呀 到这个时候 刘汉呢 当着张洪东的面 就把电话打给了 这奉有大哥了 这奉有大哥此时 正在办公室里边 跟朋友啥的喝茶去 这当时奉有大哥就接着说 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 您是天喜集团的董事长 奉有大哥吗 这奉有大哥一听 是你哪位呀 说我是四川汉龙集团的 我叫刘汉 之前也来过沈阳 包括和你们沈阳的这个 企业家啊 刘勇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当时奉有一看 你还提刘勇 刘勇的都没了 这人提他啥用吗 说你看你有事吗 这刘汉这边一看 说你看咱方便见一面嘛 我也得有事啊 想跟你谈谈 奉有这边一看 说你有啥 说你就电话里边说呗 咱也没见过面 对不对 你看咱也没有什么 生意上的合作事 这东西见面也不太好 你有事你就说吧 刘汉说 我觉得咱还是见一面 我觉得这个事比较好 当时啊 这奉有大哥就说了 你先说说什么事吧 刘汉直接就说了 我想跟你谈谈 这合作的事 奉有这边一看 什么合作 刘汉就说了 只要是这个技术的问题 这往奉有这边一看 直接就说了 刘总 你觉得这个事可行吗 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谈这个 技术的问题啊 我觉得咱们呢 就没有必要见面了 然后呢 你呢 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看当时 奉有大哥呀 这边把电话就挂了 那么刘汉 能不能把 帮着周公子 把这个技术搞到手呢 咱们下集给你讲述